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灵溪 首先一起来关心今天5月25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目前正在欧洲访问的川普总统 今天要求联邦司法部彻查执法部门向媒体泄露 英国当局调查曼彻斯特演唱会爆炸案的敏感情报 美国执法当局官员日前向媒体披露了 中一晚上英国曼彻斯特演唱会爆炸案的涉案嫌犯姓名 以及相关细节 这些资料是英国当局基于调查需要而跟美方分享的 但英国方面希望美方保密 泄密事件发生之后 英国已经暂停跟美方分享这起案件的相关情报 川普今天下令司法部彻底调查泄密事件 并且在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后发表声明 表示情报泄露造成安全威胁 令人深感担忧 并表示事件的罪魁祸首将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此外川普也重申 英国是美国最紧密和珍贵的盟友 另一方面 英国首相梅依也在北约峰会跟川普会晤时 当面跟川普要求美方将英国分享的情报严格保密 而在川普出访的相关消息方面 川普今天拜访了欧盟 并且于新上任的法国总统马克宏进行了私人午餐会晤 随后则参加了北约峰会 川普今天首先造访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会晤了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川普向两人表示 英国脱欧会令不少美国人失去工作 他对此表示忧虑 这跟川普在去年6月英国公投之后 曾公开赞同英国脱欧的说法有所分歧 欧盟官员则表示 不会回避于美国的分歧 包括巴黎气候协定及联合国预算等议题 川普稍后在布鲁塞尔美国大使官邸 和法国总统马克宏举行私人午餐会 这是两人的首次会晤 根据媒体报道 马克宏曾经表示 他想跟川普讨论包括经济 恐怖主义 气候和能源等许多议题 此外川普对参与北约峰会的成员国表示 28个成员国当中有23个国家 并没有支付他们应该分担的财政义务 这对美国来说并不公平 而川普也没有重申美国与成员国之间 继续来关心台湾新闻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昨天透过748号释宪案 表示现行的民法 对于同性婚姻保障不足 违反宪法 必须在两年内修订 或者制定相关的法律 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士 希望立法院能够在临时会中立刻修法 对此 执政的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表示 重大案件应该好好地完整地讨论 不一定要赶在临时会上 昨天大法官视线结果公布之后 部分国际媒体报道指称 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 支持同性婚姻人士非常振奋 呼吁立法院最好能在临时会就完成修法 不要等两年 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今天表示 同婚议题是大工程 应该好好完整检讨一次 不一定要赶在临时会 至于应该是专法或修民法 都应该由立法院民进党团与行政院协商 对于反对同性婚姻团体考虑推动公投 洪耀福表示 民进党的态度就是尊重 不会在支持或反对公投上选边 与此同时 大法官黄洪霞和吴承环 分别提出了部分不同意见书 黄洪霞表示 如果婚姻不是为繁衍后代 为何国家会给予婚姻制度保障 同性婚与异性婚有本质上的差异 大法官不应重新定义婚姻 也不宜剑阅力把权 吴承环则表示 一夫一妻是婚姻自由的核心内容 台湾和国际社会都还没有形成共识 大法官介入将阻碍人民就此议题辩论的机会 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大陆围棋名将柯杰 今天二度挑战Google研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式 AlphaGo 2.0 结果柯杰在第155首棋子投降 再度败备 年仅19岁的柯杰是九段棋手 这次在浙江乌镇的围棋峰会中 跟AlphaGo 2.0举行三场人机大战 在23号进行的首场比赛中 柯杰以四分之一幕差距落败 而在今天的比赛中 持黑子的AlphaGo在开赛后 一分钟才在右下小幕摆了第一枚黑子 此后便让值白子胜率超过77%的柯杰 全场陷入苦斗 比赛进行一小时后 直播画面旁的双方用石渐渐拉开 柯杰花了43分钟思考应战 AlphaGo则只用了17分钟 最后柯杰在第155首棋子投降 柯杰赛后表示 他今天觉得发挥挺好的 已经吓得热血沸腾 第三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点半登场 而在26号还会安排两位骑手 分别与AlphaGo联手的配对赛 以及五位中国骑手联手对抗AlphaGo的团队赛 第一代AlphaGo曾经在去年3月 与南韩首尔与韩国骑士李士道9段对阵5场 结果AlphaGo以四胜一副打败李士道 当时柯杰曾经表示 他有信心击败AlphaGo 联邦运输安全局TSA 目前正在测试新的机场安检流程 并且计划要求旅客未来在接受安检时 把逼手机大的电子产品和食物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分别接受扫描以加快安检的速度 TSA表示 由于旅客攜带的日用品 在X光机扫描画面上 看起来往往与爆炸物相似 因此安检员必须人工检查 影响安检通关速度 新的安检措施是要减少人工检查的行李 使被检物品分别通过扫描机 保持安检通畅 TSA指出测试结果显示 旅客取出包裹的电子产品和食品 虽然要花时间 但因为经过X光机的包裹装的物品减少 安检员感到困惑的机会也减少 从而加快扫描速度 减少人工检查 而这项措施只针对普通乘客 不会影响提前安检precheck的乘客 此外这项改变 也并非因为出现了具体威胁 与禁止部分中东国家的旅客 携带手提电脑和较大电子产品登机无关 湾区消息方面 东湾水务局EBMUD表示 因为水利局工程的需要 将在未来两年大幅调涨水费18% 东湾水务局主要服务 Alameda和Control Costa两线的130万用户 方言人表示 过去三年东湾用户为了因应干旱 而努力节约用水 整体减少用水20% 表现相当出色 但由于水务局90%的收入都来自水费 节约用水时的水务局的收入也相应减少 水务局并表示 有不少水利工程先前因为干旱而延后 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延后的时候了 因此计划从今年暑假开始涨价9% 并在未来两年总共涨价18% 最后带您来关心一下体育消息 今年在英超表现不佳的曼联队 昨天在足球欧洲联赛决赛中 以2比0战胜了 核甲阿加克斯队 夺得了欧联冠军杯 这场比赛开赛前 全场先为22号曼彻斯特爆炸事件中的受害者 莫安一分钟 曼联今年由于伤兵众多 在英超联赛只排名第六 这场比赛曼联面对首发11人 平均年龄仅有22岁的阿加克斯队 靠着本季前才加盟曼联的两位球员 伯格巴和姆西塔良先后进球 帮助曼联以2比0战胜和甲阿加克斯队 赢得欧联冠军杯 同时也取得参加下一季欧洲冠军联赛 也就是欧冠杯的席位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